另一方面 今天的正式出發是 帛琉泡泡旅遊團 那麼旅客雖然一大早就要到機場 來接受篩檢了 但是還是難掩興奮之情 走算可以出國了 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我們看到陳日中早上 更是親自到現場來作證 在早上十一點半 已經有七個人拿到了PCR的 陰性報告通關 拆檢報告中午的時候 全部出爐了 大家都是陰性 全部都可以順利開開心心出國去玩 好 那帛琉的總統的會數人 也會搭乘銅炸的手航班機 扮揮佈流 在桃園機場大聲呼喊口號 民眾嗨翻了 因為疫情悶了許久 四月一號終於叛到 帛琉旅遊泡泡手航 我已經期待很久了 等了一整年 就我準備了像很多 在可以玩水上活動的服裝 然後還有就是 準備去迎接帛琉的太陽 很期待 而且覺得很奇妙 因為一年多沒有拿護照出來 我自己還蠻期待水母湖的 首發團一百人通通等不及 趕快跳進上帝的水煮箱 雖然飛機下午兩點半才起飛 但早上八點半就要來報到 九點分批採檢 約中午左右PCR報告出爐 在桃園機場呢 這個部分的旅客都已經是 來到了這個採檢區 大家都已經分批來進入 這個採檢的地方 進行PCR的檢測 指揮官陳時中一早更親自抵達機場坐鎮 柏佑總統會數人抗力 也排隊接受PCR採檢 要搭同架首航班機返國 約早上十一點半 已經有七人拿到PCR陰性報告開始通關 不到十二點檢測通通出爐 而這次首發團出入境 都會和一般旅客分流減少接觸 行程四天三夜 預計將在四號晚間飛回桃園機場 睽違一年多終於可以出國完 以讓首發團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記者柯佩玄黃智杰桃園三文報導